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下来讲这本书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事发之时 涉及了特别多的人物 有的人物我在第一次听说 别的州的参议员 我当然不认识 所以就搜了一下 很多的资料 书接上回讲到Bolton 作为一个不甘心自己一把年纪 身体还好得很 人活着精神进了棺材 成为了这么一个人 反正虽然董王不是个人 但是奥巴马是真的狗 两害相权取其心半退半就了 但是半退半就的还没拿到这个职务 他一开始一心想的 就是要当正使 是什么国务卿 但是最后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 安排到白宫国际关系顾问上面去了 那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各位 今天我们就来解这个秘 为什么想因为这里也非常好玩 整本书我说的都非常好玩 说 说库什纳在说 董王不喜欢Bolton的胡子 这个是在做起来在特朗普大厦 跟人家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朝韩问题 国际事务之后 我这岳父不喜欢你的胡子 然后就没了 没了之后 事情并不简单 由于Bolton这个人经常上福克斯新闻 上福克斯新闻 不但上福克斯新闻 而且上福克斯新闻的黄金党 作为福克斯新闻的头牌国际事务专家 发表高论 发表高论之后 董王特别喜欢看福克斯 看了福克斯就发推特 看看Bolton 一表人才口弱悬河满腹经轮 I agree with him bigly 在他几番犹豫之后 又向Bolton发出了邀约 这次邀约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的时间非常微妙 发生在韩国举办冬奥会之后 那么韩国举办了冬奥会之后 为什么微妙呢 因为朝鲜去参加了 而且金宇正 也就是金委员长的妹妹 展现朝鲜风范的时候呢 要把文在寅邀请到朝鲜去 搞一个运动外交嘛 就像我国跟美国 中美战争乒乓外交一样 他们也效仿一下 搞一波这个 那文在寅我们知道 南韩对两韩统一 无论是在朝鲜人 还是在韩国人心中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也是家国大义的话题 那么金宇正出面 邀请文在寅到北韩去这个事情 你说文在寅怎么能不动心呢 不说干成了 卖出这一步 那都是在韩国青史留名的 卖出这一步 那都是在韩国青史留名的 别说他下台 是不是青瓦台 直接去检察院了 当然他本人现在没住青瓦台 他本人住在外面 但是历史上 几个韩国总统我们知道的 假如他办成了这件事 真的 是吧 这样之后一样 之后我们知道 他跟金委员长 在那个DMZ 停火线那边 他邀请金委员长 一步跨到韩国的土地上 然后金委员长也非常厉害 回头笑假邀请文在寅 也一步跨到了朝鲜的土地上 两个人就在停火线上面 你过来 那我邀请你也过来 两个人就在那边左右横跳 你知道吗 如果是正常人 早不知道怎么被抓起来 但那个时候两边没有军队 那么这个历史意义 跟Bolton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知道Bolton是个主战派 既然朝鲜有何技术 而且朝鲜实行的是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对美国的小弟 威胁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上一张图 这个是17年到18年朝鲜试射导弹的时候 日本新闻发出的地图 什么意思呢 朝鲜试射导弹是怎么试射的 它不是试射到日本西边的海里 是试射导弹直接飞越日本全境 到北海到以东日本海的经济华区之外 你说日本怎么能不着急 日本非常着急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安倍是特别到New York Times老返华了 是吧 到纽约时报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时候美国应该介入救救日本 因为日本是不能有核武器的 这是肯定的 日本有核能 核能谁给的 美国给的 本来它肯定是不能有核能的 对吧 但是美国不是帮人背书吗 专门帮人背书 印度也是帮人背书的 于是日本有了核能 但是肯定不可能有核武器 洲际导弹也不可能有 你看到朝鲜的导弹 从你头上飞过去 越过你的领空 领海领土 飞到领土的另外一边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Botten就跳出来 说这正好是一个好机会 他跟韩国走得近 为了巩固我这个大哥 在小弟心目中的地位 在韩人两国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对朝鲜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甚至实行军事打击 董王是问Botten 说你说有没有可能 跟朝鲜真的打呢 Botten说这个问题 不是说跟朝鲜打 是你要看中国的意思 你得看中国的脸色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小剧场环节 是吧 Botten爱情 这朝鲜是有没有可能打 Botten爱情 这个有综合考虑 就是万事都具备了 你还得看一个人的脸色 谁的脸色 中国的脸色 我剥削劳工 压榨穷人 鱼肉百姓篡改法律 输出革命 还要假做人意 到头来就是为了看中国的脸色 你别说是打朝鲜 你要动亚洲哪里 你基本上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就这多少人想抢 还没有这个门路呢 事成之后 你骗来的钱 这我还要分中国一半 这叫合作双赢 当然这个说是原文里面 他是讲一大堆废话 最后得出的结论呢 打朝鲜全看中国 但是真打的可能性是五五开 那这话我也可以说 明天下雨几率五五开 我甚至可以预测美国的大选 美国的大选 拜登和特朗普五五开 两个都有可能 那不说了一句废话吗 每每有一分钟在中国流逝 就相当于度过了60秒 说的屁话 讲了两页指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跟朝鲜打可能是五五开 但是他一再要求 董王一定要严厉 要把军事制裁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先制条件 作为一个砝码 跟朝鲜施压 不要见金委员长 为什么呢 见了这就没有威严 后来我们发现 见金委员长之后 两个人就agree bigly 两个人又大成龙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共识了 相聊甚欢 表面上起码是这样 后来怎么样翻桌子 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有趣的事情来了 有趣的是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董王并没有按照 伯伦顿所说的 采取了一个冷处理 让金与正和文在寅见面 并且金与正邀请文在寅 看是不是 到我们北韩来坐坐 温暖温暖 这个事情成了之后 万众瞩目 全世界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解决 朝鲜办的无核化的一个重大机会 于是记者就采访董王 你对朝韩会 他们在冬奥会上面 这个运动外交 有什么看法呢 他们这个朝韩会 到底是谁一手促成的呢 董王的回答非常简单 me 我 我从未见过 估计以后也不会了 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说两个国家 他俩开会 me 功劳全是我的 于是这个事情搞得伯顿很气 都是伯顿认为应该主动施压 施压的让朝鲜意识到 美国是真的有可能对朝鲜动武的 于是自己自主的放弃了 但是可能吗 各位 可能吗 你有脾气 人也没脾气 你靠剥削劳工输出革命 到处见他妈的人权观察组织 搞起来的这么一个同温层 人家就不能有人家的骨气了 他看问题 把自己摆到中心本位这种思想 我觉得现在一个国际政治扁平化的一个时代 应该是不切实际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董王在揽功劳之后 还是对伯顿表达了谢意 认为他说的话自己高度赞赏 当然这个话不是董王亲口说的 是库士大说的 花完了之后 这其实是伯顿线的第一侧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名分 那么线完第一侧之后 你总得有个交代 对吧 你到底要不要伯顿进入公职 这个时候董王事先 董王这中间有个小差距 就是在推特上面就潮汉问题 他说这都是我的功劳 之后发了个推特说 我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天才 那这个稳定的天才 就伯顿到底入主白宫 当国务卿 还是当国际事务部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做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典型的渣男 非常渣男 我们知道董王本人 是美国历任总统里面 结婚次数最多的 这个补可后悦 他知道 波特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为什么呢 他是绝对不可能 跟温和的共和党人 要来一个胡去的 更不可能跟民主党 要来一个胡 宁死不屈 我撒下豪言壮语 哪个国家不服 我美利剑就是唯一那个锤子 你们全都是钉子 爱我的杂 如此豪言壮语 我他妈去舔虾里 可能吗 绝无可能啊 董王伤我千百遍 我带董王而无出脸 书里写啊 他到白宫西医的会客厅 见了董王 董王这时候已经当选了 非常诚挚 热情地握住波特的手 说 我相信你马上就能在正确的位置上 发光发热的 非常真挚热情 那这个时候波特就非常感动 书里写回去之后 跟他的老婆女儿 立马就打电话 觉得自己在稳了 这不过是吧 肯定国务卿 董王又热情又真挚 心里想的估计全是白宫书 这几个字 但波特热泪盈眶 回去跟老婆孩子全讲 他讲的都是国务卿 所以说两个人是跨服聊天 驴唇不对马嘴 董王不是没想过 没考虑过波特当的国务卿 但是呢 他还考虑到共和党 能不能把他选上去 所以呢 就出来一个关键人物 叫Rand Paul 兰德保罗 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 肯塔基州大家可能没干 他是一个农业州 那KFC就是肯塔基州炸鸡的意思 那么这哥们呢 跟波特历史上就尿不到一个湖去 他跟董王是一起参选的 共和党初选的时候 大骂董王是个windbag 就是个风箱一样 呼呼啦啦 全都吹一大堆 但是没有一件实话 这哥们是眼科医生 出生 三号和平 无可厚非 跟波特那是根本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董王说呢 这个人率领一大批支持温和医改制度的 绝对不会允许你能选上国务卿的 你自己心里要有这个准备 但是这个问题又好笑在哪里 董王在推特上面还感谢了他 他是我的一个true friend 是我真正的朋友 但是跟波特讲到 这个人是绝对不会让你占到共和党多数 允许你能当国务卿的 时候呢 这个人的代词是什么 son of a bitch 狗娘养的 也就是这个稳定的天才 明月上对Rain Paul说 这是我的真朋友 背地里跟波特说 这个狗娘养的 绝对不会让你上去 所以讲了波特 你觉得一听 妈的也是 我自己人员平时不好 是吧 民主党恨我入骨 共和党里面温和派也不喜欢我 他一个医生出身 怎么让他代表医疗行业的诉求 本来他是要更平稳 更高额的医保收入给这些医生 反馈他们的需求 怎么会支持我的医保改革呢 那就绝那是断无可能 所以他的票不给我 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什么 矛盾转移 那边乒乓吹风 哎呀喜欢你爱你 greatly bigly terrific tremendous 但是呢 来了之后 哎呀这个人不给你投票 那边你那个批评声音太多了 民众不喜欢你 但是呢 你讲话又非常喜欢 所以呢 这是他们第四次参谎 曹贵论传里面讲 一鼓作气 再而衰三而劫 一开始 博顿行文非常犀利啊 在这本书里面 资历老 学历高 有远见着实 而且胸怀大志 所以国务卿非我莫属 到这个时候 第四次见了董王 董王跟他说了 Rand Paul这个狗娘养的 不会给他投票之后呢 博顿的声势已经非常弱了 已经非常弱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渣男的行为 我们看这个稳定的天才 怎么个渣法 对你甜言蜜语 是吧 然后呢 衰弱你的斗志 到最后呢 就说哎呀 大家都不喜欢你 你看我这个也是 对吧 大家将就将就赏口饭吃 是吧 我也非常气愁你 但是这个的确也是不行啊 啊 过不在我呀 我这当皇上了 你说圣人出黄河清 黄河哪天清过呀 啊 清者自清 着者自如 我不能只用清 不用着呀 是吧 那都得用啊 虽然我特别喜欢 你在电视上面的一个见解 但是你看看能不能通融啊 但是那个话没明说 那明说的时候是什么呢 从来都没明说 从来都没明说 那这档子事儿 到底是怎么敲定的 是第五次在白宫 他们谈问题的时候 又是骂了一大堆的国家 这个流氓 那个也流氓 就是你自己不流氓 讲了什么呢 说朝鲜啊 朝鲜有核技术 那就相当于一个核Amazon Amazon相当于美国的淘宝 那么就意思就是说呢 朝鲜有了真正的核技术 那就相当于全世界都有核技术 因为什么 你给他钱 他就卖 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放屁了 你说中东核技术谁给的 像伊朗核问题 保证坑伊朗简直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之前我做视频已经跟大家讲过 伊朗核技术是哪里的 美国所有给的都不是苏联给他的核技术 大家可想而知 现在世界上蔓延的各种国家 有各种各样的核问题 只要不是核大国 这核小国的核武器技术哪里来的 归根结底都是你美国自己散出去的 自己散播出去罪恶的种子 现在生根发芽了 反而你觉得是别人的责任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这还你是稳定的天才了 天才个屁 当然了 谴责完这些国家都是流氓之后的 两个人又握了一分手 懂啊 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 说So you're ready for the job Right 所以你决定要干这个拆使了 这是最后一次谈论公职的问题 即使在最后也没有点名 到底是哪个职务对吧 然后博顿也是云里闻说了yes 然后呢 认命是怎么认命的 在4月8号在福克斯新闻 又是福克斯 老福克斯的对吧 福克斯新闻做节目的时候呢 打开手机看到上面董王发推特 说4月9号开始 约翰博顿将是我的白宫国际事务顾问 然后那天晚上的电话被打炸了 那么真的确定自己当了这个白宫事务顾问之后呢 他还是非常感激的 非常感激呢 都要演示他这本书第一章之前写的 就是对国务卿啊 就是景仰之词 觉得自己特别适合 怎么演示法呢 就是用了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啊 Rice说了一句话 叫国务卿是整个美国政府里面最好的职位 但是白宫事务顾问才是最难的职位 这句话只有他自己信 只有他自己信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想美国人经常这样 自己这没有办法 只能退而求其次之后呢 自我安慰 是吧 你之前拼了个什么样子 谁没看见 我学历又高 我资历又强 我在联合国骂联合国 我什么事情没干过 现在不行了 说哎呀 我这个是最难 这不扯淡 当然总结一下第一张 他先自吹自脸之后 从非常坚力的一个老保守派 变成第一张 最后唯唯弄弄弄半推半就 接受了董王的这个邀约 依然乐呵呵进入白宫 为董王服务了这么一个角色呢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董王是真的渣男 第二 Bowden是真的觉得民主党的都是狗 好的 那么这个是第一张结束 慢慢我们继续再更新 我觉得看完之后呢 还是要感叹一番 董王本人 沃顿商学院的这个学士 那沃顿商学院现在也是不错的 这个 John Bolton更不要说了 耶鲁法律系的博士 那么你说读了这么多书 学历跟一个人的思想体系 道德水平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明显是没什么关系的 耶鲁法律系 如果你不出校园 真的拿到了美国律师 职业执照认为心中的正义 认为这个世界应该走向的方向 就是美国一家独大 美国自己当锤子 全世界全部都是钉子 你想敲哪个敲哪个 那我觉得你这个博士 还是不读也罢 挺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